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回合KO哈萨克斯坦三博冠军汉桑成为中国首位参加国际赛事并获胜的运动员 2012年刘文波在武林传奇中击败了韩国选手拿到了武林传奇中央级冠军金腰带 然而因为赛事资金原因刘文波举业生涯一度被暂停 此前韩国两名一八的格斗巨兽崔宏万来华挑战时 形成KO崔宏万一直是大家讨论的焦点 目前来看在综合格斗规则中刘文波绝对有机会KO崔宏万 首先无论是拳法还是腿法摔法刘文波都是超一流 更重要的是他靠脑子打拳在比赛中善于动脑 而且刘文波将近两米的身高灵活的步伐也是 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持 延时二十到四十分钟 补肾壮阳延时祝伯 增强呼吸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35816337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